看看新闻榜 吸睛度可见一般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向林哈娜勾注泳装出街 但在沙滩上 许多美女还是蠢蠢欲动 我有两套 我个人的泳装 大部分都是 比基尼这样子的 但多少套 我已经数不清了 我大概有 二十七套吧 大概六七件吧 每年都会购入新的 那数不清 因为自己很喜欢穿泳衣 然后也有各种款式 各种颜色 已经有三套 一般自己家里面 可能会购个四五套 然后有比基尼 或者连体泳衣 大概三四条吧 在我们的随机调查中 发现上海美媒 都很注重泳装的潮流趋势 几乎每年都会购入 最新款的泳衣 其中泳装 多到数不清的人数 达到百分之三十 五件以上 则多达百分之五十 五件以下 两件以上 则是百分之二十 那今年夏天 大家最钟爱的泳装款式 又是怎么样呢 对于最爱的泳装款式 我们先走上街头 问问男士们的选择 比基尼吧 就是看上去 比较清爽一点 夏天感觉那种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 两件事的吧 也许 但泳衣的话 最主要 我个人觉得 还是穿的人 也是比较重要 对 就是女孩子的身材 也是比较重要 对对对 泳衣啊 能展现女生 曲线美的最好了 我觉得在比基尼 这个问题上 中国特色的比较少 对对对 比如说青花瓷啊 还有贵作腊染啊 这样的名著特色东西 放在里面会很漂亮 穿什么样的泳衣 那个比基尼吧 似乎所有男士 都中爱女生穿比基尼 甚至还有人提出 要把青花瓷和腊染 等名字元素 涉及到泳装礼去 真是极具创意 那男人们最讨厌的泳装款式 可能就是以前那种妈妈式的 就是身上周历锅说的 那个七百多个百叶结绑 在身上的那种 那种特有意识的暴露的那种 我就不喜欢 比如说男孩子看上去 他感觉不像赛审美 就会有别的想法的那种 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就是那个穿的太多那种 泳衣嘛就应该清爽一些 完了穿的太多了 就不太需要泳衣了我感觉 就是像潜水服一样 就全身都包着那条 应该不太喜欢 可见几乎百分之百的男人 都不喜欢看到女生穿 包裹太严实 无法偷显身材曲线的泳装 只有极为少数男士觉得 那些太过暴露 令人降落飞飞的泳装 有伤风化 但男士的口味 并不代表女生 所追随的泳装潮流 那惊吓女生自己 最喜欢的泳装类型 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到老码头的阳光沙滩 映入夜帘的 几乎都是晴泥色的比基尼 的款式无所谓 只要适合自己就可以了 比如说 颜色有时候会选 我因为比较喜欢赛的吧 如果穿连起的话 就是会有因子 比较喜欢那种简单的款式 就是有颜色的那种 荧光色的 今天比较流行嘛 感觉 我喜欢的我不敢尝试 我觉得那种性感式的 绑带式的 我就特别喜欢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分体的比基尼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能把我的优点凸显出来的 果然分段式的比基尼几乎是所有女生的首选 但大家似乎更在意一些泳装设计上的细节 我这个是民族的 民族风的 对 这个我是去泰国的时候买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搭扣 你点耳环 好像是蓝颜色还蛮不错 对对对 耳环因为是蓝颜色 衬这个蓝颜色嘛 我特地换的 因为胸前有个金色的装饰嘛 买它的时候就发现胸前有个亮点还是蛮好看 还有那个绳子上有个金色的吊坠 我就觉得蛮别致的 而放眼望去 各种荧光色的泳装似乎也正大行其道 加上最近流行美黑 所以很多女生选择泳装都更注重颜色 这是在美国买的 就是荧光色系的 今年比较流行 花边装饰 上面有小拨点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之前会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上衣又是荧光色 然后裙子又是荧光色 就是壮色还是看起来眼前一亮的感觉 在我们的调查中 30%左右的女生会更注重 泳装胸口等细节处的个性设计 而20%各注重其背后的曲线 而50%女生则认为 泳装的颜色是她们选择的首选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造型师 给我们介绍一些 今年夏季最流行的泳装款式 像是那个调纹款的这个泳衣呢 是今年呢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元素 然后另外一种呢 像是包括楼空啊 然后是侧挖式啊 也都是今年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点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复古的连体式 因为复古也是今年的一个大热 而心仪也告诉我们 今年泳装有个革命性的突破 就是可以一件泳衣两种穿法 像是大胸的美眉呢 它可以有这边有一个提拉 然后它可以把胸部进行 这样子一个提拉的效果 不会显得呢就是会有些下垂 然后另外一种呢 如果就是胸比较平的美眉 然后呢可以把它呢 进行这样子强进去 然后它呢这样子呢 就像是另一件泳衣 然后如果在沙滩边上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一个抹胸款 比基尼可以从吊带变成抹胸 迎合所有胸围尺寸的女生 同样今年大热的蛙腰连体用装 也可以有两种穿法 其实呢这件衣服的亮点 还是在它可以有两种穿法 像这样的穿法呢 也非常适合这个 就是生过孩子的一些妈妈 这样子的一个款式呢 它正好可以把肚子呢 很好地隐藏起来 而这部部能遮掩 小都男的设计充满玄机 因为它可以放到后背 成为截然不同的泳装造型 它第二种的这样这样的穿法呢 它最主要的亮点呢 是在后面 然后呢后背部分 有一些肉的女生 然后是肉板比较厚的 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后面的话 它也可以形成一个 就是视觉的一个错位 如果是很 就是侧面很扁平的一些女生呢 它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显得腰部的曲线呢 就是更加的就是完美 而除此之外 一些看上去连体 其实是分段式的复古泳装 也是今年的大热 以往呢 我们都是对这种分体式的 这个泳衣呢 总是会选择呢 当中会录一些肉出来的 但是今年不同 像一个在梯台上 包括Mizzonia 然后Chanel 它们都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连体的一个款式 明天 新上热播音乐节 就要在金山沙滩隆重开唱了 赶紧置办自己的泳装 去点亮这个周末吧 这 couple泳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